当播足球快讯 2021年9月6日 荷兰四球横数黑山 星期日凌晨 世界杯欧洲区外围赛继续进行 之早的一场焦点战中 荷兰主场迎战黑山 上半场曼菲斯迪比 创造12码并且主罚破门 下半场荷兰后防频频失误 但黑山把握机会能力欠戒 曼菲斯迪比再入一格球 佐珍尼奥 韦拿杜姆同家普相计见功 最终荷兰四比零大胜黑山 比赛开始8分钟 杜菲斯右路突破时爪步动作过大 被吹罚犯规 18分钟杜菲斯传中 曼菲斯迪比中路竞蛇 被门将撲出 20分钟 马泰斯迪列治禁区增顶时跌倒 球证武理会 26分钟 亚当马路石禁区倒地 球证同样没有吹罚 29分钟 卡拉神禁区线附近接波 推射告出 38分钟 曼菲斯迪比禁区转身时被犯规 荷兰获得一个12码 曼菲斯迪比亲自操刀命中 荷兰一比零领先 41分钟 曼菲斯迪比禁区外横摆一步后兜射 过波稍稍高出横梁 半场结束 荷兰一比零暂时领先 换边再战 47分钟 佐珍尼奥 韦拿道母后场大波被拦截 露斯马迹低射 被比迹路没收 55分钟 马拿斯亚回传失误 梅高沙丹都射门高出 62分钟 曼菲斯迪比小角度破门 梅开二度 荷兰二比零领先 70分钟 贵格晓斯送出直传 佐珍尼奥 韦拿道母禁区数射破门 荷兰三比零 76分钟 马拿斯亚横敲 加普远射破门得手 荷兰四比零领先 之后双方再无见数 全场比赛结束 荷兰四比零大胜黑山 我们是安波足球快顺 多谢你的赞同支持